喂 淼淼 乔 你在哪儿呢 赶紧回来 咋了 都这一趟口 你请什么假啊 赶紧的 苗 乔 咋了 叶子被辞退了 上午被通知了 为什么 说是ROV排名垫底 连一个月的缓冲期都不给 你说白了 谁让他以前是尹娘姐的人 乔酿 乔酿 你过来坐吗 过来坐 咋了 我那个 我外卖点多了 我一个人吃不完 咱们一块吃饭 你这是点多了还是点错了 这都淤了 这都 点多了 那个你的 就留着晚上吃吧 帮帮我 我这个不能剩的 太浪费了 无功不受禄 说吧 是不是有事啊 没事 我就是点多了 没事 我就是点多了 行 那我吃了 我这吃完就吃了啊 就不认账了 你这事后呀 有啥事也别翻回来跟我说了 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八八的项目 你也知道 现在现在市场部的情况 我就是一个新生策划 什么项目也没有参与过 不过简易凡要拿引几的人开刀 我这种人就是最容易的 我不像你 手上过这八八这么重要的项目 他肯定不会轻易动你的 所以 我不想被辞退 我也快三十岁了 我不想回老家 也回不去了 怎么这么好吃啊 是不是挺贵的 我都吃出人民币的味道 还行 你多吃点 确实没有花钱的故事 你也吃 好 八八八的项目 我带上你 真的 这人嘴短啊 但是简总刚来 他也不清楚 这个项目自己都谁在做 但是 我跟你说好啊 我后续的工作 你必须跟我一起完成才行 放心 你让我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你也吃吧 你也吃吧 我吃吧 我看了好几次 我没舍得得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没发现大家有事没事都没走吗 他都还没走谁敢走啊 说不定他跟你一样也没干这点事儿 想玩回家玩呗 害得我们都不敢下班 人又没说不让你们走 你该走走呗 我就打算走了 拜拜 你没看电视啊 某公司员工因为做班不做八小时 直接被辞退了 我可是怕他明天说我不加班给我辞了 谁为你们了 我走了 给我吧 我帮你搬 好 谢谢啊 监总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好 来 坐 好 来 坐 坐 时间不早了 咱们早点结束 回去休息 稍等我接个电话 喂 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啊 没事啊 不知道为啥 就方家回来之后都怪怪的 不会 想追我 好 开始 监总 你这是888大促 线上和线下的活动方案 把我产品新单 好 线下这边我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线上 直播平台确定了吗 已经和麦卓卓在谈了 基本条件都谈得差不多了 约了明天再碰一下具体的细节 应该就可以签合同了 麦卓卓 我怎么听说维克的人 你再接触他们啊 而且也说签约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 因为麦卓卓那边呢 一直宣传自己是全网直播间最低价 无论什么产品都是最便宜的 所以现阶段我们其实是在跟维克比价 卖卓卓是我们这次818大促的关键 但维克的路数我是了解的 单靠这个 恐怕是没戏 把利润再降百分之一 还压的话我们赚什么呀 赚人员 赚是少赚了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出货量足够大 我们还是可以达成指标的 把眼光都放长远一些 不要总看眼前这点利益 好吧 金总说的有道理 行 那我先这样 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麦卓卓那边 辛苦了 我还要给我 我刚刚那话还好意思说 这前脚刚布置了工作 臭酒让我回家休息 我去 有什么需要帮忙呢 不 这么合算你也弄不明白 我自己来就行 那辛苦你了 真是姜油吃过的馅